许晴你好 你好 特别高兴 我们这个约了好长时间 约成了今天这个访问 而且我觉得 这个时间点对你来说非常不一样 一般女生对她们来讲 年龄可能是一个比较忌惮的话题 你不但不忌惮 而且是赵高天下 而且说自己用这个处法人生 来看待自己 是什么样的原因 能够让你一直对自我保持一种 特别好的心态 处法人生其实就是给 就是女生们对自己的一个 鼓励加油的小念头 因为我觉得就像 OK 我今天要去见我的男朋友了 我说那你今天是最美丽的 那么今天要考试了 你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我50岁了 你太像25岁的样子 其实这是自己的小念头 我觉得这个就像 你暗示自己和潜移默化 对自己的一个信念的种子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其实你知道我对于这个年龄和这个想法 最重要是卢叶奶奶 我们因为演了六年的《如梦之梦》 她有一天说 她说 其实啊 我去考了驾照 90岁的时候 考的驾照 我说 卢奶奶 我问你考驾照 你开车吗 她说 当然了 你到了美国 我给你当司机 然后原来美国是95岁之前 都可以考驾照 就这个太 就是说得我 我自己都眼泪汪汪的 我就觉得奶奶太了不起了 有一天我们谢幕 因为谢幕 《如梦》你也看过吧 就特别长 因为那么多的演员 每一个人要谢 然后很有疑是赶上 最后到我们三个顾湘兰 有一天孙强在后面说 奶奶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说 好 那我说就早 快一点谢幕 然后就让奶奶早点休息 你知道我这一举动 奶奶第二天来找我谈话 前儿 谢幕是一个很享受 和很成就感的 观众的喜欢掌声和那个 我不怕累的 包括我的外婆 95岁去世的 那每天读书 然后看报 和每天面对的人和事 都是那么的新鲜感 好奇心和所有都觉得 明天会更好 这个可能是对我影响蛮大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 许晴就是一个 永远的一个小公主 可是我觉得你的内心里边 其实有很多男孩子的那种 少年感 我特别有少年感 洒脱 那种潇洒 对 这种东西在你的心里边 就只有跟你走得比较近 才会发现 才知道 还有那种东西 对 西渊人都是多面的 我并不喜欢洋娃娃 对 我是大了才喜欢的 Hello Kitty 就是我的玩具里面 都是什么 自水枪 小弹球 然后那个 当然跳绳 然后什么小沙包 然后各种的那种 小石头 我其实特别男孩 但是你说我特别男孩 但也有特别女性的 就人是多面的 就像人说 你怎么无据五十岁 无据什么年龄 我也有据啊 我在演校的时候 我三十岁 我其实是完全没有数字 数字这个感受的人 是因为从小到大 姥姥一直美到九十五 连上连一个班都没有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畏惧 但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突然一直找 哦 原来数字是有影响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笑傲江湖》 得到了一片好评 因为金庸老先生 也会到我们剧组说 哎呀 看完了样片 说你是我心目中的任盈盈盈 特别感动 对 但有一批人 永远都会有 都是两方面 有多少批评 有多少赞言 有多少爱 也有多少不爱 当我看到有四个字 映入我眼帘的时候 叫半老徐娘 对 就是说一个半老徐娘的人去演任盈盈盈 怎么可信 我特别清楚 我看的那时候还是报纸 啊 半老徐娘 我现在啊 三十岁 哦 三十岁应该面临这个了 那时候我恐惧了 嗯 女生一定有这个过程 因为咱们都从小就是等于是这种 老人家带大的 你都特别 你不可能说谎 你不可能不真实 你不可能做坏事 但是 我在半老徐娘的影响下 我做了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情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月二十二号 整整三十岁 那一年 一月二十二号到十一月二十二号之间 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每次咱们出国 不如都要填那个表格吗 我做了真的不下三次 一九六九年 一 很坚定地写的 那个飘了一下小 诗音乐 但是我又不敢那么使劲地写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心里舒服 我就觉得 哎呦 就那个 你知道那个小魔鬼 这一碎之差会对于我来说 可能那四个字就跟我没关系 为什么我五十岁的时候写那个小念头 除法人生 我就是想给我爱的女生们 不要条条框框 其实数字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心态 我特别想做榜样 那个榜样不是说 我要标榜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完美之人 而是我觉得我的所有经历 可以过来的 我都可以给爱的女生一些启迪 原来人都说 许晴你应该写个什么书 许晴你应该写个保养书 许晴你应该写个体会书 我都觉得不用吧 不重要吧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可以 所以我会想 可能明天不知道 后年我可能休息半年 我好好地去写 而且用这个 你和黄木经维合作的 这一组照片来度过 这个难忘的写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这个想法是怎么起心动念的 你们俩原来就认识是吧 对对对 二十年前 正好是九八年 那个时候我们的合作 是因为我拍第一本写真 因为黄木知道 我是正好五十岁生日 他觉得特别好 因为也了解我对这个数字 和这些都完全无惧 然后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美妙的生日礼物 然后在我们的拍摄过程中 我觉得他给我的那份力量 是就像他说的 今天咱们的两个小时拍摄 是整个你五十年的 都记录在这儿了 那么今后的五十年 因为记录的这五十年 然后你会走得更好 在那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也会有那种 特别刚毅的一面 坚持的一面 也有特别那种彷徨 然后最后感动的我热泪盈眶 然后就像他说 我觉得我和Summer拍 他叫Summer嘛 就是说许晴拍 就是像谈了一场恋爱 太美妙了 这个 所以艺术的这个创作 实际上是彼此心灵之间的 一种沟通和交流 对 那个心动 我觉得是作为演员的 最幸福的 可凡清廷下节预告 宝秀这个角色 哪一点特别触发你 有一种创作的欲望 当时我是错误的判断 我觉得这是不挑战的 你都没认真看过 大家都是演员的时候 那个姜文 跟现在那个姜文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真的他每一场戏 教会你的 只有作为他的演员 才知道有多幸福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刚刚在央视一套 落下帷幕的电视剧 《老中医》 是许晴近年来 少有的电视剧作品 在剧中 她饰演的宝秀 奉父母之命 嫁给了由陈宝国 饰演的翁泉海 并屡屡用女性智慧 助其渡过难关 可以说是一位 既传统又独立的女性 剧中的宝秀 在温软的性格下 藏着一颗不认命的心 大家闺秀的外表 绘质蓝心的内在 似乎十分符合 许晴给人的印象 然而仔细想来 这样的角色 在许晴的表演履历中 却实属一抹异色 相对于你前两年 演的这个 快人快语的画匣子 风情万种的这个 唐凤仪 宝秀这个角色的难 是在于它的节制 我觉得一个艺术的 一个最美的一个境界 就是节制而不烂情 对 面对这个男主主人公的 不爱你 而且对它是一往情深 所以当时你看到 这个剧本的时候 哪一点特别触发 你有一种创作的欲望 我那时候挑角色 我也特别喜欢挑那种 难搞的 然后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 然后与众不同 跟大家和那个都蛮 就是其实还蛮激进的一盘 因为我喜欢演那样的戏 因为那种角色 你会有展现空间 作为演员你有挑战 作为我来说 我喜欢去塑造 唯独咱们这个老中医 毛岛其实给我剧本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 钟情于这个角色 因为刚刚我说了 我喜欢那种挑战的 反而这种 大家闺秀 就像您说的 其实塑造起来更难 当时我是错误的判断 我觉得这是不挑战的 所以就是我就忽略了 我就觉得 这个已经不是我现阶段 我去想追寻的 那时候我正好在上海电影节 做评委 他也在做电视节的评委 对 那么我们两个就 约了在一起聊天 然后我说 毛岛对我来说 没有挑战 然后对这种角色 我现在钟情的是那种调皮的 然后怎么样的 然后他说 错 他说你知道保秀 他根本不是一个 那样的一个 只是贤良淑德 然后特别 忍住所有 然后去顺从于谁 他不是那样 他其实特别有 那个变化和节奏 他就跟我讲了 整个咱们保秀的过程 我还是这样的 你都没认真看过 露馅了 然后我说 还是有变化 而且这个特别难 我说为什么 我其他的演员也可以演 他不是 他说我就认为你适合 因为他就讲了他的感受 打动我了 然后最终 最终我真正进入到 咱们的集体的时候 更打动我的是 导演的原版人马 所有的他的这个团队 都是这么十几年来 一直跟定他的 他说为什么 我把这个原版人马 这么一直下来 他说我也可以 就是投机一些 省心一些 我的之前的作品 我可以找更 能够加持我的 然后更帮助我的 但是我坚持 因为这份耐心 和大家要一起成长 这个特别打动我 反之就像刚刚你说的 宝秀也是 就是咱们每天在剧组 和亲注这个宝秀的感情 就算他静静地坐在那 我都觉得心里面是满满的 这个才是宝秀 我觉得真正的魅力 不管他和宝国老师 那个角色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是夫妻 但是其实他们没有 真正在一起 但是他爱嘛 他有的那个小情绪 是我就特别能理解 所以我就连起来 我也会特别地 有信念感 我觉得宝秀的生活智慧 是我许秀要学的 你跟宝国老师 因为你们都是 好演员之间的这种 这种沟通 这种交流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宝国老师 我觉得真是一个 特别特别出色的演员 那么我们在 办个月亮的时候 应该是十年前 对 十五年还是十年 十五年 十五年了 那时候因为我还是属于 就刚刚我说的 那个时期不自知 只知道他好 是好演员 导演好 然后就是很开心 就过了 然后这次我就特别有体会 就是他真的是 一百二十天吧 都在咱们组里面 然后跟你们也那么多戏 跟我们这边家里面 那一共一千两百场 对 就是每天他 而且那么敬业 然后不迟到 天天好像在我的记忆里 他好像就因为 自己的身体 就请了半天假 那天我半天 我陪他去看病 是吧 我们两个其实也 并没有聊那么多的 怎么样去塑造 和彼此怎么样 其实就在那了 他就是温泉海 我就在他面前 我就是宝秀 然后在他的眼睛里面 和在他的整个气场 和我们在塑造的时候 我们两个坚定不移 知道是夫妻 所以你说的那个舒服感 和大家的那个 你就说那种 沁在里面的 骨髓里面的 两个那种和谐 那是只有合作者 还有大家 真正懂戏的人看了 会知道特别难得 所以我也是觉得 哎呀太珍贵了 因为我也看到了 他给你们的戏 那个台词料 然后那个 这都是医学上的一些 专业 我就很了不起 如果说接演电视剧 《老中医》中 隐忍内敛的宝秀 是许晴在导演 毛卫宁的劝说下 收获的意外之喜 那么他在管虎电影 《老炮》中出演的 《北京姑娘画匣子》 以及江文电影 《邪不押症》中 饰演的交际画 唐凤怡 则带给熟悉 她的老朋友们 最大的惊喜 虽然在这两部 以男性角色为主的电影中 她的戏份并不多 但其收放自如的演技 却着实令人惊艳 演员许晴 用这两个角色证明 自己没有什么演不了的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华侠子》刚才也说了 本身就是北京姑娘 快人快语 所以这样的角色 对你来说 你是觉得能够 驾亲就赎来呈现 因为 管虎导演也是坚持 一定要用我 也是因为第一 我是北京孩子 骨子里的那个侠气 和那个正义感 正直 就是爱憎分明那些 都是骨髓里面的 所以她觉得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演员是和真正 和她能角色的生命体 我们能够共融 那是特别难得 但是语言这个就是北京话 所以我们叫胡同串子 对对对 管虎导演 还有韩语 他们全是北京人 他们真的每次见到我就纠正我 那个是我一个 一个我印象中 是一个学习氛围最浓的 我的角色的剧组 那这个唐粉一这个角色 我们知道这个姜文导演 做戏是以柯克出名的 你以前是跟她合作过一次 秦颂是吧 秦颂 对 还有大清风云 她演黄太久也嚣张 大家都是演员的时候 那个姜文 跟现在那个姜文 最大的不同是 从性格和整个的状态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但真正她做导演 我们的这种对手 和我们的交流 就完全不一样 当她讲戏 站在我的唐凤仪的角度 讲戏的时候 我是彻底被蛰伏了 对 就是一个男人 然后你再看 她是一个汉子 对吧 然后一点都没 谈和细腻 谈和女人 就是她心里装得 懂得女人的那个 那个分寸感和细腻 是特别打动我 她说唐凤仪 是每场戏都不一样 她就是另一个人 我说她太好玩了 这些都我特别喜欢 那就是像大家看到的 那个 让彭宴打针的那场戏 那个真的是至今 大家也老问我的话题 我就说 我佩服她到无地 到无地就是 那个 人的 女孩的 女人的身体 然后表达 她给我做的示范 第一 我许晴一定 生活中不会那个样子 我不是那种性格 然后表演 我也不可能觉得 那个是美 然后她就能够那样 翘翘然后那样 第一她 她喜欢 因为周韵也是喜欢瑜伽 他们两个人 特别 特别懂得锻炼 然后那个 江文也是有 健身教练 一直都 她特别懂得 身体语言 然后 那 但是她能够做到那个动作 就很难想象 这个动作是江门来做示范 她极其柔软 而且极其干净 就是一般你会 但凡有一点点 你会不舒服 对对对 当然我可能也是 因为妈妈是舞蹈家 所以我就 我不断练的人 然后等于做那个曲线 我也是好 因为她教的好 我一下就能领悟到 然后就很顺利过了 但是我觉得 她对于女人的理解和这些 在这部戏里面 真的她每一场戏 教会你的 和你更能深入的 真的只有 作为她的演员 才知道有多幸福 然后有一场戏 是我和廖凡 在牢里面的戏 那场戏的张力 戏剧冲突特别大 有点像演了一场独木剧 对 那么那场 在电影里 好像没那么多的篇幅 因为可能 整个片子太长 她就说特别可惜 必须剪下它 忍痛格爱 但那场戏演完了以后 她跟我说的话 特别激励我今后的演绎 她就说 世青 她说我没想到 你进步和所有的成长 那么的大 你现在的塑造能力 你真的可以塑造各种角色 你想要什么样的角色 你都可以去演呈现 有什么我们可以再合作 你告诉我我来倒 什么 还有她最后一条 我就是特别感动 她说你知道吗 你身体里住了很多个人 所以你能够有不同的面 你甚至都能有葛优 他们男演员的特质 这个是让我最激励的 就是我特别希望 能够演雌雄同体的角色 因为那个其实是最美妙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对角色和这个 的那个信念的支撑 我就会更有信念 如果说大部分观众 是在大荧幕上 重新发现了许晴 那么还有一小部分观众 则有幸在舞台上 见证了许晴的成长 自2013年开始 许晴参与了 赖声川导演的话剧 《如梦之梦》的大陆版制作 这部长达八小时的舞台剧作 在题材 思想 时空概念 剧场美学等各方面 都大有开创 其中许晴饰演的 中年顾湘兰 戏份十分吃重 也是全剧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 无论在体力 还是演技方面 对从来没有舞台表演经验的 许晴来说 的确是极大的挑战 勇于尝试的她 不仅接下来这个角色 而且一演就是七年 就为什么顾湘兰那个角色 能够吸引到你 你愿意七年的时间 不离不弃 电影学院的学生 对于舞台剧 还是特别有那种恭敬之心 一定要去怎么样 花时间才能够去 你必须对得起她 对得起那个舞台 我没有那么地有信心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要感谢的是这个集体 那你看胡歌也是七年 对那金老师也是七年 奶奶是六年 对那么胡歌 这次我们在重庆的时候 我们俩还说 七年之养 其实养分的养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成长 又那么快乐 胡歌也说真的幸福 一年一年 一场一场 看到胡歌的不同 胡歌会总结自己说 我怎么这么好 越来越好 他说我因为那时候不用功 我说你怎么不用功 你多用功 就因为每个人会剖析自己 就特别可爱 我说你这 就是这两年 我觉得是一个飞跃 你的那个解放 和对角色的理解 和整个的那个力量 因为我们的影视做不到 那只有这一个舞台让我们 而且问题是 那个角色的丰富性 是你每次每年 每一场都可以不一样 这个就是特别帮助 你好像说过一句话 参加这个《如梦之梦》 自己觉得有一种重生感 对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当中 你可以不断去找到 自己新的一种面向 是的 可以找到一种新的 原来觉得不可能的 那种境界 每一天都看到自己 在往前走一小步 是的 然后在舞台上 我们不断地切磋 不断地在 去看到对方的进步 和自己体会到的这个 你完全不同的点 突然你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的幸福感 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 如梦所有的演员的大幸 人就是每一步过来 都不是白走的 当然 所以现在翻过来看 那个时候拍的那个两部戏 回想起来那个创作的 这个过程 对你今天来说 有一些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 好的开始 对 因为 而且你起点很高 对 就是因为那时候大三 对 那凯克导演的一丝不苟 然后长卫是摄影 然后整个的那个团队都是 而且我和黄磊也是学生 对 那那个严谨 那你就看到一个 原来创作是这样的 大家在一起是这样的 必定第一次进剧组 然后我觉得更幸运的是 在狂林子峰导演的剧组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是 真的我是终身受用 他说 演戏是小技巧 做人是大技巧 琴子你就必须要人做好了 你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在生活中的真诚 绝对都会去对你的角色 会大家最终会爱到极致 包括他在剧组 对每一个演员 甚至对每一个 甚至厂工 就每一个工作人员的那份爱 这个是让我最打动 所以我在每一部戏 也是对我们剧组的每一个员工 我都是亲住爱 因为跟你其实接触的时间 不算太久 但是我们确实有点 一见如故的感觉 就是你的个性上 是有一种让人可以 特别亲近的那种感觉 刚才说了 跟这个姥姥在一起 一起带大 这姥姥是不是就是一个 这么豁达 对人很热情 善良的这么一个老人 是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 没有那么多的罪 就是人家经常会问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最喜欢哪个片子 最喜欢哪 我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都觉得 都是有某一部分的打动 和你搁在心里面的 但是我唯独一个罪 就是罪爱姥姥 就无法替代 对 而且我现在 我前两天还老梦到她 就是她的那个 对大家的爱 然后那份善良 和那个对大家的那份无私 其实我的所有朋友 只要跟姥姥接触的 看到她 只要在她身边 都会被打动 所以这个东西 现在说到这 我就会想到 就是因为她 我去塑造的宋庆龄 对 那那时候见过大爷 你想想宋庆龄 那个时候应该是50岁 是现在我的年龄 但咱们那个时候 是09年 反正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拍的 大家为什么那么认可 那么喜欢 我那就是 我在姥姥身上看到的 用魂魄去打动 而不是说外在的 外形和那个东西 怎么样的 一个表面化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用心地体会姥姥 然后因为他们 都是一个年代 然后她又和 对 反正有一些 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所以就是 我觉得也是冥冥中 可能我要去回馈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 见过大爷里头 这个宋庆龄 那个角色是非常成功的 对一个演员来说 尤其他不是一个特性演员 你要去演一个历史上的 一个真实人物 你要逾越很多的 这个困难 对 首先你要解决 自己心理上的 那个障碍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不可能是宋庆龄 对 我不是跟她有同样的经历 但是你如何去 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 从其他地方去 借取一些灵感 然后那时候正好是 姥姥去世两年多 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 就是天天我会想到她 然后就是完全就是 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生命里面去体会 就是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宋庆龄 就是你懂吗 这冥冥中的一个注定 在众星云集的影片 《建国大业》中 许晴饰演的宋庆龄 可谓光彩夺目 她的魅力神韵和东方气质 似乎注定了 她是出演这个角色的 不二人选 那总统你是知道的 自内战重开之时 我就不问正事了 前几天报纸传邀说 要我出身 季晋慧还正式出面辟谣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当时相较角色 年轻十岁的许晴 不仅演出了宋庆龄的外在美 更表现出其仁爱 坚韧 淡定从容的内心 而这就不得不归功于 伴随她整个童年时代的姥姥 这位在许晴眼中 美了一辈子的女性 是她生命中最初 也是最重要的人生导师 你是跟这个姥姥在一起 我小时候跟我祖母在一起 我祖母就会跟我说一些 家族的或长或短的故事 也会讲一些她的这种 非常朴素的这种人生的真理 那其他我小的时候 听完就忘了 我记得她就说一句话 她说做人呢 上半夜呢 你可以想想自己 下半夜呢 要想想别人 你还记得姥姥 你小的时候 她跟你说 说一点什么样 做人的这个道理 这就是跟你一模一样 真的 对 姥姥就说 你一定要是 都是想的对方 这就是她就说 为什么她会善待 就是对方舒服 你才舒服 这是从小 就是姥姥 这耳目染的一个 对 她没有教导你 她只是会去说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她 我现在还是在 做这个功课 因为必定有你不喜欢的 你接受不了的 和你怎么去 用一种态度 能够去化解它 成长的过程当中 尤其女孩啊 总是以这个父亲 作为心中的一个偶像一样 是不是小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爸爸 还是心中的一种偶像 就是因为爸爸特别风趣 而且他是属于 没有上下级 也没有男生女生 就是所以他 就是影响的我是 我其实也特别没有性别的 就是跟男生玩 跟女生玩 和我其实分度 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生活中 就是一直都是充满爱 就是女儿 为什么要当小公主 小公主不是说 你就是一个小 真的公主 是那个爱你 就把你捧在手心里的 那个公主的小位置 就是那个 我觉得应该更准确一点 是就是你在大家 爱你的这些人 心目中的那个位置 对 当年这个特别是父亲 那么这个美貌 如天仙般的女儿 要进入娱乐圈 所以我可以想象 她内心的这种担忧 那种那种这个担心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 没有认为我美貌 是是是有多出众 因为我原来小时候 是婴儿肥 原嘟嘟的 他们甚至认为 我不适合做影视 我可能跟姥姥和妈妈的 这个成长节奏是一样的 妈妈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的外婆小时候也是婴儿肥 而他们真的到三十四十五十 才脱落的有那个龙阔 因为小时候 因为人就是那个叫什么 胶原大白多嘛 眼睛感觉也肿肿的 我的家里人全是这样慢慢 对 然后就都是 就都是越大 年龄大 他们越瘦 对 是那样的一个 所以我没有被这个 所谓的美貌 有任何的牵扯 一点都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 你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出名了 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 可能你还涉事卫生 所以当时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等于是一夜成名 你要先让我再回到那时候 我都觉得 应该啊 自然而然啊 因为可能我 接了好的导演的戏 大家喜欢 但那个时候 必定不像现在的网络 然后那时候你也没有 你其实没有那么被知道 你是有多红 或大家有多喜欢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只是OK 咱们就学院派啊 或者等于咱们圈里面知道 找戏都找你 你可能推掉的戏比 你拍的戏多多了 那个比例 但我没有觉得 在社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没有任何压力 而且我又是一个 不应酬 不出去 然后除了拍戏就在家 要么就出国旅游 所以没有被那么多的干扰 所以我没有觉得 啊 红了怎么办 然后要躲在哪 我没有 甚至我到现在都会觉得 如果大家比方出来认识我了 我都会 比方要签名签名 要照相照相 我没有觉得是负担 反而这些可能对我没有 只是会是 因为角色的影响 就有多少喜欢 就有多少会反叛他 因为大家会觉得 角色就会影射到你人本身 我那时候遭遇了很多 可凡倾听下节预告 如果你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说遇到一些 不高兴的事 你通常会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排解 你现在问我 和比方两年前问我 和十年前问我 答案是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通常一个社会 对这个女人都会有一种 这个约定俗成的观点 女人就应该到了 这个某一年龄结婚 你应该相互较子 我今年特别是这半年吧 我突然自己会感觉 我自己有变化 因为我说我怎么突然 身上有母爱 就真正的母爱 母爱被激发了 对对对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上世纪90年代 许晴英出演了一系列都市情感剧 红遍大江南北 她塑造的女性角色 不仅敢爱敢恨 甚至有些离经叛道 一时间成为了揭谈相地的话题人物 这在给她带来盛名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多年以后 许晴又本着自己的初心 参加了两季旅行真人秀 《花儿与少年》 其率性而为的个性 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面对争议与猜测 一直以来 她都采取不回应的洒脱态度 那在真实生活中 许晴究竟有没有放不下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像生活当中 如果你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说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 你通常会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排解 你现在问我和 比方两年前问我和十年前问我 答案是不一样的 绝对不一样 现在我的平衡心特别好 是因为我打开了 好的不好的 这个对于错和这个错位 我都能特别感恩 那是因为现在 但如果要是你两年前 或者是几年前 我面对的一些争议 夜深人静的时候 会自己给自己问问题和回答 特别多 就永远是 其实她一点都不孤独 永远自己 真的啊 对 然后就是 自己提问自己回答 对对对 就特别的那种思考特别多 而且反省也多 然后反思和各种的打架 就随着年龄的不同会不一样 但我解决办法 我就是哭一场 所以我会 就是只要我那什么 我哭一场第二天 一醒来全忘 其实也没有真想明白 只是懒得再想 然后我是心大的人 所以就继续前行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所谓的平和 你装不出来的 很多东西 我都说 这多大事 这没事 其实这个是 给了你更好的一个角度 然后可能这个是在 历练你什么 但我不知道未来 哪一天又会有什么 至少现在 我不会纠结任何 通常一个社会 对这个女人 都会有一种 这个约定俗成的观点 女人就应该到了 这个某一年龄结婚 你应该相复叫子 然后应该怎么着 可是我发现 就是你是一种比较 自由的 自由的这种洒脱的人生状态 我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也是 我在 最早是怎么样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记得原来人采访过我说 你认为女人最重要的是 我相复叫子呀 演戏只是我的兴趣 只是爱好 那么只要有家庭了 我一定是为家庭 就是像宝秀似的 为家庭 我一直认定 有孩子才是婚姻 对 那当我自己在恋爱中 我都觉得 恋爱就是在一起生活 但这样一次一次恋爱以后 你自己就会知道 原来至少目前不适合我 其实我最好的表达 和最好的情感 注入角色的那个美妙 和那个享受 和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我更快乐 但不代表我就是一个 不婚主义 或者是不要孩子 我今年特别是 这半年吧 我突然自己会感觉 我自己有变化 因为我现在是跟弟弟住 就表弟 表弟有两个孩子女儿 极其可爱 因为都有爸爸妈妈带他们 那些细节的事情 他们来照顾 然后我就是玩玩开心了 跟他们玩玩 没有耐心 但是呢也爱 他们也愿意跟我玩 仅此而已 今年我发现 我会真的爱他们 然后用心地去看 他们的每个小表情 和他们的进步 和他们在玩什么 我不玩游戏的 但我看他们那些 我会要加入 我会对他们 我怎么突然 身上有母爱 就真正的母爱 母爱被激发了 对 原来我老说 我母爱泛滥 其实那都是 特别表面的 就现在越来 就我觉得我是晚熟 所以为什么 我说五十岁 我感受我是二十五 我是真心地觉得 所以我说 我是不是要做母亲了 然后我是不是要想 好好谈一场恋爱了 因为你这有心念的 种子的时候 一定它就会来 我会欣然接受 人到了天命之年 会有很多的想法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有孩子是一个累赘 后来想着 好像没有孩子 这个人生也不完整 等我儿子慢慢长大之后 你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然后他可以跟你交流了 因为大了之后 他看一个戏 做朋友了 他们的角度 他们的新鲜的 我有时候希望 听听他们的角度 特别好 然后就会想到 等我老了之后 甚至有一天 你进入尘埃之后 你的血脉 你的这个基因 有另外一个人 能够绵延 对 所以你会不会 有时候也会有 有这种想法 我会啊 突然有一种 母性的这个 对啊 我觉得这半年会了 对对对 有可能我就会去 完成它 对对对 我现在把自己 当成二十五 就是那这时候 你是可以信任接受 你所有想要的 只要你有精力 你能对得起 有责任 你都可以去拥抱它 所以我现在甚至想 那我觉得这两年 我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了 对 这是一件非常 美妙的事情 对对对 我们希望这个喜庆 赶快来到 好呀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第一时间 咱们那天聊完的 我现在实现了 喜庆说 时间对自己 是一种慷慨 半个世纪的光阴 让她体会到的一切 都如同奇迹一般 无论是扮演正义的妻子 乱世里的野心家 还是偏安抑郁的小商贩 或者跨越领域 与不同的艺术家合作 这些不同的角色 都成为了照亮 她人生的光明 虽说五十而知天命 许晴却笑称 自己连明天的天气 都还搞不清楚 她对未来的人生 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因为每个人的 对自己的诉求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随遇而安 有的人是那种 规划性特别强的那种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我完全不规划 对你想想我在 四年前五年前 别人跟我说 我觉得不要说 我觉得我不要家庭 我觉得我就这样 大家群居的生活 因为我喜欢跟团队人在一起 玩去也好 然后工作 我就喜欢大家庭 我爱每一个人 但是我这半年就变了 对所以我没有计划 但我这半年变好 我一定遵循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就相信 我一定会拥抱到它 从自己这个演员的角度来说 自己对自己 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我的目标还挺大的现在 我甚至 我真诚地说 我觉得我是有使命的 我的那个使命 是一个自己的 自我认知的小使命 我觉得我现在拍戏 然后对大家 特别是整个咱们的 电影环境和什么 我真的特别希望 能做一个好榜样 就是能代表国家 中国女性的榜样 然后中国女演员的榜样 能够在国际上 让大家更知道 我们中国女人的 这个魅力和正能量 没有人强迫我 是我就是一年一年一年 到现在 我觉得我身兼着这个 而且我会特别开心 已经不为自己的时候 你海阔天空 因为我要为自己 可能我就自己就出国 自己定居一个地方玩去了 其实这些 你说我们拍戏 辛苦不辛苦 辛苦 但是你特别享受其中 所以我觉得我是肩负着的 这个是我的想法 老终于的时候 我一个细节 我就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热爱演戏的人 或者说你把演戏 看成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 你都得有敬畏感 是因为这个戏 我跟你只有可怜的 碰到一次了 对 倒水 你就进来倒一个水 然后我跟远征出去 你在后头浇花 后来我就跟远征说 其实那个浇花的镜头 你还是一个虚的镜头 实际上这个焦点 是对在我跟远征身上 我说其实他进来 倒茶的那个细节 包在后头浇花的那个 其实是不用许晴自己来的 一般的组 可能就找一个替身来了 我说许晴 那么细小的那个 等于是后景的这么一个戏 他还跑来自己演一次 我说那他一定是有 对角色有敬畏感 是的 我也会特别珍惜我们在一起 尽管我们两个 真的就那么一点心 都记得住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能够在一起 那个缘分都是注定的 我特别真爱 所以每一部戏 我特别怕告别 而我也不是那种 哭哭啼啼的女孩子 就这个时候我会特别坚强 然后心里面会笃定 有缘还会在一起 然后我呢 特别愿意在片场待着 我每次都是第一个进片场 然后我都会把我的这个光体都 我说你辛苦了 你走吧 你在那 然后我愿意静静地在那 让大家打光 然后我就在那 其实我也在默系 然后我也希望在那 我说我习惯这样了 所以你别给你们压力啊 我不是来催场的 对 这个就是你会享受 我以前这个 我采访梁朝伟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特别享受拍戏的时候 NG的那种感觉 那又不太理解 我说NG越少越好 他说你知道 就是一个戏 当你投入太多以后 尤其那个角色 投入太多以后 你是很怕跟他告别的 尤其是一个好的团队 就跟一个家人一样 所以是不是你也是那种感觉 就是当你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要跟这个角色抽离的时候 你会有点恋恋不舍 是的 我觉得这个 今天跟你的这个采访 其实不大像是一个采访 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老朋友聊天 我不想当成一个 就是一个任务采访 我特别希望一个 真的时间对了 我们都对了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好好聊天 你问我什么我都OK 因为没有任何忌惮的 谢谢许晴 特别开心 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喜从天降 好好好 然后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也好 x2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子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比较子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比较子